就是喜樂的所事 然後告訴大家 送給你 你好 我好 大家都好 把在佛光山看到的獻學獻賣 國民黨總統候選人侯友宜 結束政見發表會只有這個心願 而在他心裡 更希望凱旋院爭議到此為止 太太任美玲婚前繼承的凱旋院 從租金到繳稅 成了侯友宜選戰一大炸藥 侯伴在27號將開記者會秀出稅單 高層人士更表示 侯友宜不捨太太任美玲 因為自己被扭曲 她在乎的是 太太沒有做錯事 繼承合錯之友 租金也沒有特別貴 本來就是市場機制 所以記者會上 也會傳達任美玲想法 是合法建築物 完全沒有問題 面對凱旋院風波 侯友宜總搬出同一套回答 侯伴則拿出民法第1017條 強調婚前財產 侯友宜一點關係都沒有 也無權處理 此議題是冷犯新潮 更把總統蔡英文拖下水 反向總統在陽明山 也有很多土地 若要如此檢視 是否未來所有總統候選人的 繼承財產都要拿出來批判 侯正寅試圖為侯租公罵名止血 同時還得慎防民眾黨 總統候選人柯文哲 我們的選擇 柯文哲 柯文哲日前在高雄射出穿雲箭 大搶科粉 韓粉以及鍋粉 還舉雙手贊成韓國瑜當立法院長 就怕國民黨內基本盤遙遇墜 侯伴高層人士酸 很多事情不言自明 跟柯文哲計較沒意思 更強調只有國民黨造市場有國旗 歡迎柯文哲加入 還透露內參民調顯示 侯兆沛領先柯無配 以超過誤差範圍 要翻轉頹勢 侯陣營得左右開工 還得看選民接不接受 靖新聞 李廷洪偉桃 徐榮祐採訪報導 立刻下載靖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敬善敬美 靖好新聞